再来看政府大规模鸡茶可能含有塑化剂的五大类食品 今天凌晨同步在各地启动 但是有很多卖场跟超商还弄不清楚下架的规定 也提不出商品的合格检验证明 新北市在第一天开出了三张法单 不论是运动饮料或是果汁到柜台结账都无法完成交易 因为新北市卖场收银机已经用终端管制 避免消费者买到含塑化剂的问题商品 从今天凌晨零点开始 凡是含有起云季的五大类食品 包括运动饮料 果汁和茶以及果浆果酱果冻 还有胶囊定计或粉状的产品 一定要检验合格证明否则一律下架不准卖 你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你现在要有六种的才能上架 所以你现在这个是旧的这个部分只有一种的话 你要先把它下架 从凌晨第一波鸡茶到下午的复茶抽验 还是发现有商家没有按照规定出示证明 除了卖场超商之外 果汁饮料店以及餐厅也是鸡茶重点 只要有贩售浓缩果汁 业者都必须提出原料检验证明或是窃节书 否则就不能卖给消费者 而就在鸡茶的首日 卫生署的每日检验报告 还是陆续新增大厂品牌产品 其中包括统一企业的LP33胶囊 统一生机公司的 进鲜酵素盒装草莓和奇异果口味 台湾海洋深层水公司的 敏舒勒粉体草莓口味 以及丽媛公司的 义儿优儿童乳酸菌 而这也使得受到波及的厂商 增加到294家 造污染的品项多达506项 卫生署表示 全面展开鸡茶的第一天 各县市卫生局和消保官 总共缤分34路 动员178人次 到107家商店进行鸡茶 一整天下来 总共开出三张罚单 地点都在新北市 卫生署强调 联合鸡茶行动 明天还会继续进行 记者最后报道